大家好,我们水电工干活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带两个手枪钻,为什么呢? 因为当有的时候停电的时候,220伏的电用不了,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手枪钻 所以呢,这样非常的麻烦,当我们干活的时候必须要带两个手枪钻 所以这样呢,很不方便 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将这两个手枪钻二合一,变成一个手枪钻 让它成为双用的,直流和交流都可以用 我们往下看 首先呢,把这两个手枪钻拿 这是我预备了一个坏掉的电车的充电器 然后我们就用这一根线 把它剪掉 这个就不要了 就要这一根线 然后呢,把这一根线再拨开了 看这里边 一根红的,一根蓝的 这是一个充电线 然后呢,把它拨开了 看,拨开以后拧一起 把它折一下 这个也是 然后呢,放在这里 再找一个插座 然后呢,把这个插座松了 把这两根线呢,接到插座上 这边 这个地线不用接 光接零线和火线就行了 现在就接好了 我们看 这样的一个插座就做好了 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这个手枪钻呢 插到这个上面 也是220伏 然后呢,把这个插座 这个头呢 插到这个电瓶上 也就是我们电车的电瓶 我们看 插上以后 把这个手枪钻 插到这个上面 它就变成直溜的了 我们看 怎么样 变成直溜了吧 我们来打个孔试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 打透了吧 所以在我们户外 没有220伏电源的时候 用它就可以 这个方法呢 特别的好用 当我们停电的时候 插到电瓶上就可以用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